哈喽大家好 我们家的核桃已经熟了 现在稻谷都打完了 你看 准备摘点核桃来做一个菜 不知道这样子做好不好吃 先摘一点 弄 这个一刮到处 这件子这个核桃挤得多啊 要 好 嗯 好 够了够了 嗯 好嘞 够了好 现在我准备用这个核桃来炒这个鸡腿 做成要供饱鸡腿的那个味道 现在来剥这个核桃 薄核桃先带个围裙 然后再带个这个手套 这个核桃这个姜如果搞到手上 很久都不会掉 而且会变成黑色 这个很简单 用刀 这样子走一下 诶 这个没乳的 这个肉是坏的 这个不能要 看一下这个怎么样 来 这个才是好的 你看 嗯 这个很脆 有个清香味 很不错 口感很好 还是先剥的好吃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皮剥一下 稍微剥一下 这个皮 其实这个萌萌也吃得 就稍微给它剥一下就行了 不一定要剥得很干净 好 终于剥完了 那么多剥出来就这么一点 你看 这个是这个皮 这个皮有一股色味 好 准备弄鸡腿 现在把这个鸡腿剁了 你看这个鸡腿这个脚很细啊 这是我们本地的这个鸡 这个鸡腿 这个我们就不用去骨头 直接剥 好 给它剥小块 好 剥好了 然后放点盐在这个里面 再加点水 给它抓洗一下 去一下这个血水 还有这个腥味 好 现在来准备腌制 腌制的话放一点点盐 然后给它先抓一下 加一点点老抽 调个盐色 然后打个鸡蛋 这个有一个菜叫做母子香烩 就是鸡蛋炒鸡肉 这次也让它们香烩了 然后再放一点生粉 一点点 切一点腐料 切一点腐料 干辣椒 青花椒 最后切一点葱 可以了 等四伯爷回来我就可以炒了 今天今天啥子要干的 我今天打了你的蟹蟹了哦 那嘛 没什么事呗 整那个公包鸡的 哦 那我干的好啊 今天吃哦 然后用那个蟹蟹来炒 要得啊 可能人家没有吃到过 那个蟹蟹要抓个油啊 蟹蟹不算有个 蟹蟹要给它们炒一下水就行 首先用来花油 哎 这种干厨师啊 干了都干得好 所以越来越热的 还是 锅炒肯定是有点热的 直接来花油 在油头把它清熟 我还讲到你个鸡蛋打腻了 哎呀 讲到我们打开打开嘛 我都给你讲这个油 这个菜家改个名字叫母子相会啊 拿鸡蛋来炒这个鸡肉 那是个母鸡 是啊 讲到骨头搞了油 哦 讲到骨头搞了油 是啊 把水煮倒出来 都是这个荷蟹把蒙蒙都剥了的 哎呦 那你还有工程的啊 嗯 剥多才剥着酒里的的 他把整了些对付来干了 他要去追哦 少吃了就是嘛 看得了是啊 你要把一个还要四瓣 十个还要四十瓣 你说他干 肯定是时间从前程度没注意 装了一把来干 嘿嘿 师哥 我就是说啥烧了那么多 真是来咯 真是来咯 咱把这个料头爆香 咱们我把它还要爆得有点 要糊糊糊的才有那个感觉 那我有一点才有车子有大锅 然后给它炒一下 把荷刀加进去 放点酱油 放点醋 放点味精 然后放点糖 放点味精 放点鸡精 咱们还该够个钱 够个钱的啊 哦 哦 小葱 然后就是明油 放点鸡精 二红糕好吃 准备开吃 尝尝看四伯爷 尝尝吧 尝 先上鸡肉 这个口感很适合你 又香又嫩 那个海椒的 那个芙辣味都给你了 又香又嫩又甜 有点辣 嗯 我试下这个核桃 这个黑豆太好看 黑豆是很脆哦 嗯 这个黑豆口感很出不 我觉得比方放花生米好吃 那样的浓 那花生米好得一样浓 这个东西好得一样浓 原来这个新鲜的只有这个菜有是不是 嗯 只有几个小得一样 这个菜是不是吃起 清水七十六 这种核桃的安逸 没想起看这核桃熟了嘛 就打那样 告诉我看这个味道 好安逸哦 吃这个面子脆生生的 你让我还可以撒 可以 可味混在胃口 然后核桃又不嫩 有像花生米啊 花生米还没人脆的哦 这个脆又脆 然后又嫩 又脆又嫩 你这种啥子感觉啊 又香 这个脆又很散口 哦 有散口 这个菜极力推荐 然后后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给大家解剖一个 宫保鸡精 宫保味的炒法 或者胡辣味的炒法 这个菜一直好听 然后没有什么华丽的 技术和手艺和方法 只有实在的味道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真得舒服 吃一下 打好多分 四伯爷 还99嘛 99啊 嗯 你打肥肤了 颠覆盖都没的话 那又是嫌好了 喝一杯怕就叫了 还不让颠